原地与痴症 长与职着脚 定力尊敬者 是无上之吉祥 住在河市处 往昔曾行山 情有心承拔 是无上之吉祥 剥削记忆经 山手朱节律 难言千山遍 是无上之吉祥 仰情爱奇儿 谋生不少人 总是真知也 是无上之吉祥 仰情爱奇儿 谋生不少人 厚厚的云海 车车车车在厚厚的云海中穿行而过 下说到登天台 还有高耸直入云霄的 一千五百阶天梯要爬 真令人忘之却不 不过九华山的俗艳说 不到天台等于没来 上一趟天台寺是 虔诚心、信心 加上体力的大考验哦 天台峰顶位于海拔一千三百零六米 又名为天台正顶 群峰罗列旗下 是关九华山全景的好去处 山峰间云海茫茫 古次里烟阴鸟鸟 法界虚空连成一片 佛国与苏婆世界 不断视线着缘起如幻 等待着我们以清净心 去明天真卫 古拜金台位于天台峰下 相传金地藏曾在此处拜诵华颜经 徒众因此闻风来朝 就连山上的飞禽走兽 也都来听他讲经说法 殿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岩石 上面有明显的脚印凹痕 是经地藏当年拜金的足印 弥族珍贵地从唐代遗留至今 是深切期盼着地藏菩萨 保佑与加持者 虔诚礼拜一堵圣迹 绝不想错过之地 攀上岭边云霞登峰造极 目镜万里 天台四千岩壁上 石刻着七金大字 非人间 四门前拱形桥上的横梁 也稀有中天世界四字 由于历代苦心经营天台 而造就了今日远离红尘 湛然长急的九花山佛顶 大波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佛国里的诸佛菩萨 辞世着迷糊在颠倒五欲中的众生呢 阴阴大怨适度 不远千里而来的有缘人 是借助佛教 修行的机会 就是转变念头 你的念头原话 世界就更这样 这个人正在联系 一个念头原话 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不流行 否则 这个人太往生了 他可能会想定于做阿弥陀佛 但是你一个圆满的心 会成为你无陀佛 他就变成无陀佛 所以佛教里面讲的 心可以在面前创造起来 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假的世界 影响到我们的心 佛国上有那个爱 就是我们的喜爱 你才敢投 所以呢 我们知道你时间是假的 我们不要为这个假的世界 碰到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系 有菩提心 不要有一个境界的感变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重复自身 你先变了 所以你换两变 所以众生就重复了 然后我们透过方圣佛 事实 各种功德 这些都是个助言 透过这个助言 我们比较容易深信心 信心 满信心 当然也会得到足够的加持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修行就是 一切为心 到时候 来自这个心 变成一个圆满的能力 心不退的能力 那个时候呢 就会改变世界 所以阿弥陀佛可以改变世界 释迦佛能不能改变世界 同样一个人活到九十九岁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 排过来的经教学 改变的世界 改变你中国人 无论什么 因为那个世界在永远地消除 永远永远 那肉体学那时候呢 我们看都看不到 甚至那一天就让他来个学生 师父 等等经教学 肉体在里面 我说你会往开看 因为你不相信 这是你最大的麻烦 你要相信 经教学不是用肉头 不做什么 经教学是用 一大扑杀的这种 本院精神的读瓜 你不要吃醋 因为有他们肉体 就算真的放着 你的肉体在那边 搞不好还是骗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信 不相信 真的在你里面 先都会用 所以我想 对待这一点 一定要 要有绝对的 细极 危机 不要被 记不记住 所以你看到 蓬老板 不好的事 碰碗里面 在过五分钟 有人要把你抓去 包裹 烧死 比如说 你想 人家会很痛的 怎么办 那时候你烧的时候 很痛到老板家 而且不想 但是在五分钟 不要被收拾 我现在看 你心情 很大扑 我骂你 被骂你 我平常 就在做一步 两个人前日 又不在一起 今天 胖我做一步 我的身体 还来供养祝福 不怕我会 教育 要来 吓死众生 灭着 我骂你 被骂你 而死 而痛而死 那个时候 你就不感觉到痛了 因为你的悲心 冲破你身体的感觉 但是你不要说 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以前在阴影的 差一点发生 前面对后面 差一点 前面那个推到火灵 就 把它弄在火灵里面 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 所以我想 看自己这么想 所以又有人 然火 有什么 好 好 就像我们好 阿经一样 所以 这样来供养祝福 因为他的梦迹 梦迹是什么 祝福 所以我想 我们必须要 存在着心灵 欧玛的美佛 阿弥陀佛 地藏王佛佛萨 很虔诚 不能说 被患进了一下 爱和交叉 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要经常在念 阿弥陀佛 在念佛萨念 地藏剑萨念 欧玛的美佛萨念 让你很认真的 融入 当世界变化了什么 你心中变化 以你这种心态 才改变的世界 好 这个崇拜成下去了 这个火烧起来了 有人坐在房间 眼光是一种火 居然灭掉 居然下大 因为你的心灭 就会有造成 我想每一份火 并不是用它 肉体的动作 肉体是一个方便的助理 让我们欢喜神奇心 它永恒的法身卫定 就是这个空性大卫性 因为原本的空气性 在顾住着 所以地藏剑萨要 延定地藏剑萨 因为地藏剑萨在 一生不变的永恒的大卫性 所以它叫延定地藏剑萨 如果让众生享受病 能够让既无人解脱才脱离生 所以地藏剑萨 圆满的心态 所以我想我们做了这么多 以为念啊 松啊 放生啊 路斯啊 最重要就是啊 能够训练我们这个心 成为一个圆满的状态 没有确定 充满的优点 没有恨 充满的爱 百岁公位于九华山的摩空岭 因地势高峻又建在山壁之上 最初被称为摘兴庵 庙内供奉着无祥和尚肉身 当时活到一百二十六岁才原籍 故寺庙得名百岁公 又名万年禅寺 看 大雄宝殿的殿门 至今仍挂着北洋大总统 黎元洪写的海边 清寺百岁公 护国万年寺 庙内千佛今生 大放光明 庄年殊胜 庙外 无论是去小寺院 飞来观音风礼拜 或是举一条百岁全的百年甘露 总令人流连驻足 不忍离去 明朝一位二十六岁僧人 名为海玉 自无瑕 从五台山云游到九华山 参禅学佛 并发现了一个藏身石洞 从此基石野果山泉 隔绝尘世 为至今最古老的一尊肉身菩萨 无瑕老和尚于八十四岁起 废时二十八年 以舍血条金粉 公输大方广佛华言经 四十二万字 至今写经保存完好 成为国家文物一级宝物 其他如肉身的首饰高提 百岁宫的百岁碗 都是流传不习 派制人口的传奇故事 深信他的法力长存 佛力无边 走进知苦断棘之门 看看班座堂内超凡入圣的四面观音和五百罗汉 如何具足身相 清净圆满 而深刻理解华言经所说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感谢观看